1月26日,蜡月24,离农历新年越来越近,Angela Baby作为北京卫视春晚代言人,接受媒体采访回应自家的新年习俗,大方邀请朋友们来家做客,什么都不用带,带张嘴就行 Baby现场叫媒体朋友说上海话,问候长辈的礼貌用语,Baby笑起来很甜,和大家唠嗑仿佛是许久未见的朋友,谈及自己的圈中好友,称赞郭麒麟有长辈缘,蔡徐坤很有孩子缘 被问到儿子小海绵,Baby侃侃而谈,谈及给小海绵发红包,Baby来者不拒,直接说转账吧 和其他妈妈一样,Baby可以接受儿子自己拿红包,事实上还是他帮忙保管,但是红包从未拆开过,小海绵已经五岁多了,妈妈已经替他保管了好几年,就等着他自己长大拆 Baby事业上升期生下儿子,对小海绵十分宠爱,他也透露会带着小海绵录制跑男,小海绵很喜欢蔡徐坤哥哥,两人在节目录制期间会一起玩 玩起头发的,Baby穿着粉色礼服,走红毯绝对艳压群芳,妆容精致的,Baby还充满少女心,喜欢迪士尼,环球影城,也喜欢各种玩偶,期间用手疗发时,手上的婚戒十分抢眼 Baby的这款婚戒是非常有名的,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佩戴了,此次出席新年活动特意戴上婚戒,也算是历破离婚传闻了,和黄晓明感情很好,并没有破裂 这枚婚戒是黄晓明结婚时购买,中间的主钻是梨形的,旁边还有六颗小钻,因为辨识度特别高,也成了阿夫妇感情是否稳定的代表,突然戴上婚戒也是向黄晓明示爱吧 2015年黄晓明BABY举办世纪婚礼,圈内一人纷纷到场送祝福,结婚六年多婚姻状态沉迷,由于许久没有互动,所以经常被曝离婚,甚至节目中彼此也不愿多谈对方 近半年来,BABY黄晓明似乎释怀许多,奔跑巴仲正凯Q黄晓明,BABY也笑对回应 BABY穿着黄晓明北京电影学院的羽绒校服,暗戳戳撒狗粮的节奏令CP粉十分激动 1月17日是阿夫妇爱子小海绵的五岁生日,他们继续保持低调,黄晓明单独晒出和儿子的合照,肩扛小海绵父爱满满,哪怕三口之家并没有晒出庆生全家福,但是从暗戳戳的细节来看,他们还是相当幸福恩爱的 相比较而言,BABY是个好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